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自GSEV纯电平台的产物 这个平台不仅考虑到了智能网联与驾驶辅助系统方面拓展 也在提升车身强度 优化电池安全等方面做了不少功课 不过相比之前的mini EV 今天上市的nano EV明显又小了一圈 车门采用隐藏式车门把手的设计 并且提供了无钥匙进入功能 这次亮相的两款车是50与迪士尼联手打造的疯狂动物城限定版 我右边的绿色是狐狸尼克版 而白粉相见的是兔子朱迪版 可以在两辆车上看到迪士尼的logo 以及动画电影中两个主人公的徽章 除了这次亮相的疯狂动物城版之外呢 预计11月份50还会突出与bilibili联手打造的B站限定版 咱们一同期待吧 我刚才坐进了nano EV的车内 以我身材来说 我坐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小姐的话呢 体验还会更好一些 nano EV的中控牌可以用极简两个字来形容 放弯盘两侧有驾驶模式 以及其他的相关的多功能按键 值得一提的是 这辆车采用了电子手刹加怀挡的设计 得益这两点设计 前排是完全贯通的 实用性又增强了一些 中间的仪表盘呢 可以显示倒车影像画面 所以虽然没有中控屏 但是没有当务上 实用性还挺不错的 根据厂家介绍啊 这辆车续航能到305公里 车小好开续航还不差 就是它的特点了 看官们怎么看呢 虽然没有推出女性专属车款 但内外是设计都参考的女性审美 这就是比亚迪海豚 作为比亚迪一平台3.0的产物 比亚迪海豚有着四轮放四脚的纯电专运平台 设计特征 能够为驾乘人员提供更充足的车内空间 顶配车型还为提供自身巡航 车道居中 自动紧急制动等驾驶辅助功能 除此以外呢 它还支持手机钥匙远程操控等功能 盖踏到了热衷科技体验的年轻人的点 比亚迪一平台3.0采用了全新的电子电架架 中控台内嵌了左右两个车身预控制器 中间则是智能预控制器 这双设计最大好处就是车身各部分响应速度更快了 中间的12.8英寸屏幕内嵌D-Link 3.0系统 简单说啊 它就是内嵌众多联网应用 部分应用支持分屏显示 并且还能够自适用旋转90度的大平板 除了这些呢 比亚迪海豚上还有热泵空调 八费易点区以及碳化硅电子元件等新科技 简单说就是充电快 效率高 续航更扎实 纯电小型车里最具可玩性的比亚迪海豚 大家爱了吗 咱们看下一辆车 我身旁的就是荣贝克莱威 这辆车是去年加入V型电动车市场争夺站 在成都车上啊 有一款改装版克莱威一惊亮相 就稀精无数 当时那辆车可以说是相当粉耐了 车内还增加了带有史努比特万的脚尖 不过整体设计其实和我身旁的普通版没有太大区别 荣威克莱威的车机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除了比较常见的高德地图和酷尔音乐之外 它还在内嵌了谷歌QM浏览器 通勤之余增加了一点可玩性 从相关数据来看 这款车能续航300公里 如果每天出行距离不长的话 每周充电的频率也不会很高 这样的小车你喜欢吗 聊到与女性相关的汽车产品 就不得不提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欧拉了 在微型电动车销量排行前五名里 欧拉黑猫要有姓名 这款基于ME纯电平台打造的小车 将四轮放在车身四个角 这么做可以将车内空间做到最大 从咱们的展车可以看到 前峰挡顶部有行车记录仪 和驾驶辅助系统的前式摄像头 欧拉黑猫部分车型支持自使用巡航 车道偏离预警和交通标志识别等功能 谁说小车含金量就低呢 坐进车内首先能看到17.25英寸 一体式双联屏 其中包含7英寸全眼睛仪表 以及10.25英寸中控触屏 值得一提的是车机系统 内嵌高德地图 爱奇艺等联网软件 像我这种开车不远路 还喜欢在停车充电时候追剧的人来说 这套系统简直太实用了 更新的娱乐软件 更高效的电控管理逻辑 都可以通过整车fota升级来获得 不仅如此 欧拉黑猫还提供了仿皮 以及压麻的座椅面料 就像咱们买衣服 舒服喜欢最重要 有内涵欧拉黑猫大家爱了吗 简单总结一下 购车用户年轻化 新能源车免除现行限勾措施落地 这些都是小型微型电动车 如今火爆的原因 车企们也看到了男性与女性用户 在购车决策上侧重点的不同 从我们刚才介绍那些纯电小家伙们来看 他们低价但不低质 出挑的设计 牵手打IP 更符合潮流的配色 这些年轻人没法拒绝的元素 都在伴随纯电专用平台 智能座舱 以及前沿的驾驶辅助系统等 科技结晶一同亮相 将目光放远 在低速电动车规范化当下 传统车企这些小型车 微型车 有路权能上爬不交税的三大优势 也在吸引着老年用户们消费升级 对于纯电小家伙们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讨论 好了 咱们这期就这样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